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免奥运金牌 然而 比赛综合赛后的政治立场冲突 让两岸民众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激烈的争论 台湾球迷展示的台湾加油标语和绿色毛巾引发了大陆观众的不满 甚至发生了标语被抢夺的事件 引发了台湾外交部的强烈谴责 两岸的政治人物 媒体和网民也加入了这场争论 有人高呼台湾必归中国 有人则为台湾的胜利感到自豪 即使是一些在大陆市场深耕的台湾艺人 也因为过去的言论受到压力 这次选择了沉默 这一系列事件让我们不得不思考 两岸的紧张关系是否会进一步加剧 还是能够通过这些体育赛事找到一些缓和的契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奥运金牌之战 羽毛球场上的两岸较量 在2023年8月4日的巴黎奥运会羽毛球男双决赛中 中华台北组合 李扬和王麒麟以顽强的斗志击败了中国大陆选手王场和梁伟坑 成功未免 这一壮举不仅为中华台北队赢得了本届奥运会的首枚金牌 也创造了历史 成为首个在羽球男双比赛中未免的组合 联合早报详细报道了这场比赛 强调了其重要性 李扬和王麒麟的成功并非偶然 自从在东京奥运会上首次夺冠以来 这对组合经历了无数的挑战和质疑 王麒麟在赛后接受台媒采访时表示 三年来他和李扬经历了种种起伏 面对了许多质疑 但能够再次站上颁奖台 并让国旗歌在会场播放 他感到无比激动 据1981年洛桑协议的规定 台湾以中华台北名义参加奥运会 赢得金牌时播放的是国旗歌 升旗仪式上使用的 则是带有梅花标志和奥运五环的中华奥委会会旗 同时禁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及相关政治标语入场 然而奥运会羽毛球赛场的一些 台湾球迷展示的应援标语 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综合联合报和今日新闻的报道 四强赛时 场边有台湾球迷 举起了印有台湾加油的台湾地形图 这一举动引发了工作人员的关注 并最终导致一名疑似大陆 男子强走了该标语 台湾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 称这种行为不仅粗暴且违反了奥运精神和法治 同场比赛中 一些台湾球迷高举印有台湾字样的绿色毛巾 为中华台北组合加油 但这些毛巾也被现场工作人员没收 台湾自由时报在报道中指出 决赛前的安检异常严格 所有旗帜和球迷自制看板上的标语都受到严格检查 任何具有台湾意向的物品都被没收丢弃 而报道没有进一步说明这些台湾意向具体是什么 全台观赛热潮与两岸民众的政治立场 全台掀起观看潮 星期天的南双决赛异常激烈 两岸选手为金牌而战 赛场外和互联网上 两岸民众掀起了一场政治立场战 据路透社报道 从台北到高雄 在道理阳的家乡金门 台湾个大城市都设立了大屏幕直播比赛 台北车站大厅挤满了超过1000名观众 一些人挥舞着中华民国国旗 高呼支持台湾 一名在台北车站观看比赛的27岁白领 对路透社表示 我们想打败中国 大陆 因为政治形势如此 这种激烈的表述 在中国大陆的社交媒体上同样存在 但内容和立场截然不同 不少中国大陆微博用户 指责李扬和王麒麟鼓吹台独 在比赛相关的帖子下留言 台湾必归 这辈子台湾都是中国的省等等 还有大陆网民喊话 给我赢 教中国台湾运动员唱国歌 教对面如何做中国人的时候到了 虽然中国大陆官方媒体央视 以及手机客户端央视频 都在节目单中 列出了这场男双决赛的直播 但比赛开始后 却没有第一时间播放 央视频APP上显示网络波动信号恢复中 直到比赛进行到第二局才切入直播 全程紧播放了40分钟 有体育界人士猜测 由于两岸政治的敏感性 央视决定不直播比赛 但在舆论压力下 最终恢复了直播 李扬曾在上一届东京奥运后 在脸书发帖称 看着我们中华台北的旗子升起 唱着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旗歌 内心的感动和激动无法言语 他同时强调自己是金门人 来自台湾 并在铁文中附上中华民国旗帜的表情符号 赖清德与朱立伦的祝贺 李扬和王麒麟成功未免后 台湾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报道他们的佳绩 相关话题在台湾网络论坛 PTT和Tcard上掀起了热烈讨论 台湾赖清德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发文 感谢李扬和王麒麟为台湾拿下本届奥运会的首枚金牌 他写道 林扬佩在奥运的最后义务 面对强劲对手 一路奋战到底的精神 团结了台湾 激励了台湾 据TVBS新闻台报道 赖清德之后也亲自致电祝贺李扬和王麒麟夺冠 同样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在脸书发文表示 感谢李扬和王麒麟为自己 也替台湾再次拿下一枚金牌 并说他们的坚持与永不放弃 感动了全国民众 更再次让世界看见台湾 朱立伦还表示 为了庆祝中华队夺金牌 国民党中央党部将在星期一发送 鸡牌给党公职人员以及民众 然而 相较于媒体热络的报道和政治人物的高调表态 许多在大陆市场深耕的台湾一线艺人 却几乎一片沉默 态度与上一届东京奥运相比明显不同 例如 在两岸有不少粉丝的台湾艺人徐希蒂 小S 当年因在社交媒体 Instagram上 为中华台北羽毛球选手戴姿影发了鼓舞的贴文 当中提到 国手两字 被大批大陆网名踏罚 她甚至还因此 失去多个在大陆的代言 台湾歌手蔡依林和徐佳莹 也因类似举动被大陆网名出征 并被贴上台独标签 此次巴黎奥运会期间 这些艺人在社交媒体上 完全没有发表任何有关中华台北选手的言论 有大陆网民调侃 是不是怕了 怕在大陆赚不到钱 当然 并不是所有大陆网民都不理性 一名粉丝人数超过15万的微博用户发文写道 林扬佩拿下中华台北代表团本届奥运首金 成为奥运史上羽球男双第一个连霸的组合 比赛还没开打前 观众席上中国加油 台湾加油的加油声护起 还有网民在铁文留言区写下这样的评论 荣耀之战精彩 太精彩了 现场气氛火爆连霸 厉害 两岸关系的挑战与未来 在两岸紧张关系未见缓和的背景下 这样的声音很难得 但随着两岸互动越来越少 这种声音会不会被对立和撕裂的声音取代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奥运会本应是一个展示运动精神 团结和友谊的平台 但在实际操作中 却因为复杂的政治背景而变得异常敏感 李扬和王麒麟的成功 不仅是体育上的胜利 更是两岸关系的一个缩影 他们的故事提醒我们 体育不仅仅是比赛 更是文化和政治的交汇点 在这个交汇点上 如何处理好两岸的关系 将是未来的重要课题 两岸民众在这场比赛中的激烈反应 反映了当前两岸关系的紧张态势 虽然体育赛事 可以在短时间内激发民众的热情和团结 但也容易成为政治争端的导火索 如何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 找到一个平衡点 既尊重各自的文化和政治立场 又能共同享受体育带来的快乐和荣耀 将是一个长期的挑战 结语 在巴黎奥运的赛场上 李扬和王麒麟 以其卓越的表现 为中华台北赢得了荣誉 也再次将两岸的政治争端 推上了风口浪尖 他们的成功 不仅是个人和团队的胜利 更是对运动精神的最佳诠释 然而 这场胜利背后的复杂背景 和两岸民众的不同反应 揭示了当前两岸关系的微妙和敏感 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或许可以期待更多的体育赛事 成为两岸民众共同关注和讨论的话题 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 这种关注背后潜藏的政治风险 从这个角度来看 李扬和王麒麟的故事 不仅是体育史上的一页 更是两岸关系的一面镜子 反映出两岸在多方面 期待解决的深层次矛盾 或许通过这样的比赛 我们可以找到一种新的方式 让体育成为连接两岸的桥梁 而不是分裂的工具 毕竟体育的真正魅力在于 它能够超越政治和文化的界限 让人们在公平竞争中 找到共鸣和快乐 在巴黎奥运会 羽球男子双打项目的金牌赛场上 一场充满戏剧性 和政治压力的对决 悄然上演 来自中国的梁伟坑和王场 对阵中华台北的王麒麟和李扬 这不仅是一场体育比赛 更是一场两岸政治微妙关系的真实写照 然而 就在观众们热切期待这场比赛时 央视的转播决定 却如同溢出充满悬疑的肥皂剧 令网民们如坐针毡 猜测纷纭 故事的开头 央视似乎并没有打算 让这场引人注目的比赛 出现在屏幕上 网友们一开始 得知央视不转播的消息时 仿佛被泼了一盆冷水 纷纷在微博上炸开了锅 大家猜测央视的决定 可能是出于所谓的敏感原因 但官方并未给出确切解释 中国体育解说员 孙宁志在微博上发了一条感叹帖 说这是他解说生涯的第一次奥运决赛 竟然因为敏感原因而无法解说 网友们则幽默地猜测 敏感是因为这对CP太傻吗 到了8月4日晚上 情况出现了转机 央视终于在节目表上更新了信息 宣布将在CCTV16奥林匹克频道直播羽球男双决赛 虽然这让观众们稍稍松了一口气 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当比赛开始时 CCTV16奥林匹克频道仍在转播奥运网球男单决赛 丝毫没有切换到羽球赛事的意思 原定时时时分的羽球转播时间一再推迟 从时时三十分到十一时 观众们在社交媒体上不满地吐槽 感觉16套播不了 现在还在直播网球 到底播不播呀 开始了吗 终于在比赛进行到第二局时 CCTV16奥林匹克频道才姗姗来迟地切换到羽球赛事 当时的局面是两尾坑和王场 以两分落后于王麒麟和李扬 央视解说员这时 开始极力为中国选手加油打气 不断地喊着 不到最后 不要放弃 我们也会一直相信两尾坑 王场 观众们则在屏幕前紧张地盯着每一个球的起落 心情如过山车一般起伏 经过一场激烈的对决 王麒麟和李扬以21点17分 18点21分 21点19分的比分 击败了两尾坑和王场 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然而 央视的转播却在比赛结束后草草收场 解说原宣布 转播到此告一段落 随即在晚间11时43分结束了转播 并为直播接下来的颁奖典礼 全程仅仅转播了40分钟 这让观众们大呼不过瘾 尽管比赛结束 话题并未平息 王场两尾坑决赛的关键字 在赛事结束后迅速冲上 中国微博热搜榜的第一位 央视新闻官方账号 也不时时机地发了一条评论 摘得银牌 很棒 大多数民众给予了两尾坑和王场充分的鼓励 称赞他们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依然表现出色 纷纷表示这场压力真的很大 不应该让运动员承受这么大的政治压力 这场比赛的戏剧性让人不禁联想到三年前的东京奥运会 当时台湾的林洋佩击败中国组合 夺得金牌 央视为了避免尴尬 直接切掉了信号 不播颁奖一事 这一举动当时也引起了中国观众的争议和不满 这次巴黎奥运会的羽球男双决赛 无疑再次展示了体育赛事中的政治微妙关系 但无论如何 运动员们在赛场上的精彩表现和拼搏精神 才是这场比赛最值得铭记的部分 或许正如一位网友所说 运动员的努力不应该被政治左右 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这场奥运羽毛球男双决赛 真是让两岸彻底撕裂了 李洋和王麒麟不仅未免成功 还带来了如此多的争议 台湾球迷高举台湾加油的标语 简直就是在为政治立场呐喊吗 难怪大陆网友看得火冒三丈 喊出交对面如何做中国人的口号 你觉得呢 琪琪 这场比赛到底是体育精神 还是政治较量 楚天书 你这话说得也太偏激了吧 羽毛球比赛难道不是用球拍打的 而是用嘴巴打的吗 这可是奥运会啊 体育精神第一 政治放一遍 大陆网友干嘛 总是把体育比赛和政治挂钩 一场羽毛球比赛而已 竟然搞得央视都不敢直播 直到第二局才切入 生怕金牌被咱们台湾拿去 把面子丢光了吧 琪琪 你说得轻巧 但你看看 连台湾的外交部都出来谴责大陆抢夺标语 摆明料是政治干预 再说了 当年洛桑协议签得清清楚楚 台湾参加奥运会只能用中华台北的名义 球迷们高举那些标语 就是公然违反协议嘛 反观大陆这边 央视不仅是出于面子问题 更多还是为了平息舆论压力 难道你不觉得大陆在这件事上处于被动局面吗 楚天书你可真会找借口 说到洛桑协议 你也得看看国际奥委会对国旗歌的态度 台湾球迷挥舞中华民国国旗和高喊台湾加油 确实有违规定 但大陆观众也不是省油的灯 上来就喊台湾必归 这难道就符合体育精神了 至于央视那边 直播了40分钟就草草收场 装得好像信号问题一样 这不是心虚是什么 说真的 体育比赛搞到这种地步 真的是两岸的悲哀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 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